美国高中与中国高中的教学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国高中教学一般分为理科与文科 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基础和个人爱好 在上文一年课程之后选择自己的科目方向 而每一门学科当中都有固定必考的项目 学生不得不去努力 熬夜地去攻读这些必考的科目 以便在日后的高考中考取一个好的成绩 进入一个好的大学 高中阶段是孩子的性格 人事观 价值观等重要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在美国读高中 避开中国中考 高考这种千军万马 过读木桥的压力 不仅能够开阔学生的视野 而且能够有更大的机会 直接进入长春腾大学等世界名校 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这不是为大多数中国家长的最好选择 近情所定 周六晚七点国语一台 及七点无限三台的天下纵横谈 和中国高中不同的大事实 有空天環境